尝过了年鱼的仙 接下来我们要给您推荐的是传统记忆的仙 河北保定白杨殿马家寨村的传统造船记忆 确实很仙 神仙的仙 据史料记载 清乾隆皇帝由颐和园所成的龙舟 那就是马家寨的工匠所造 那他们的造船记忆到底有什么神奇的 那接下来跟随我们中国三农报道的记者 去实地探讯一下吧 白杨殿里有什么 恐怕白杨殿里不只是有水 有鱼 有鸟 有莲 有芦苇 对于白杨殿人来说 水是他们的路 也是他们的田 而船是他们的工具 也是他们的腿脚 你们记住这句话 这个村的古名叫 不叫马家寨 叫什么 叫定安君 从黄河以北 就这个 就这个船的作用是什么呢 仿鸭子用的 你说是一纯鸭子 需要人管理在水上 它不满地飞了吧 对对对 有几个人划着这个船 管理鸭子 就是相当于牧羊一样 我这是赶鸭子 这些都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是后面的东西 这又是一个船 不是 这是一个船 这是一个船 这后面箱是做什么的 找医生 有点重要衣服 钱包 这个船放点工具什么的 打网的 我们画出图纸来 一个代号 现在远都看不懂 现在还有吗 有啊 现在这样有啊 还是用着过去那个老传统 这都是符号 这两个船 这是什么 这是个威 威 威场 哦 要可以 它叫个威场 好保风 也就是说 这个船 这里面放的是工具 是吧 捕鱼的 放网 放网的 这个威 威 威里面是放这个连水带鱼 然后旁边呢会加上孔 这样能够让水流动起来 提高鱼的成活率 白羊店为数不多的 造船的手艺人 这两位都已经年过70岁了 白羊店的水 正在一点一点地恢复向好 我们希望在未来 那清澈的水面上 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一条一条 刚刚被打造出来的 保持着白羊店文化 原汁原味的手工木船